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0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五 好 今天 聲音好一點 始終手尾也比較長一點 還有可能跟天氣變化有關係 所以還是很容易冷傷 好 我們這一節 一起研究 香港 這個 搶人才的地方 這個 任何一個城市 想去競爭 說要搶人才 其實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 香港現在 最大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一群蠢才 跟你說要搶人才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就是一群 根本 沒有腦的人 跟你說 他們負責 去挽留一群 應該 應該 是有腦的人 那是甚麼意思呢 這件事在邏輯上根本就不成立 如果 到最後 一群人才 會聽一群蠢才說話 那群 在技術上 你還可不可以當是人才呢 所以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揭露 所謂的人才 全部都 痛哭了 因為我們發現 香港 負責 管人才的這一群人 所謂的局長高官 沒有一個是人才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誰會聽他們說呢 除了想在 賺錢 賺錢 的人之外 這個我稍後也會詳細跟大家 尝試去分析一下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先跟大家揭露第一個蠢才 這個 就是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 麥美娟有甚麼厲害呢 麥美娟 這幾年來最厲害的事跡 叫做 就是粗口問候 林鄭月娥 當時 所有的責任 彷彿全部在林鄭月娥手上 實際上 其實這個 港共政府 作惡那麼久 全部都是多得 建制派要負上責任 其中一個要負上責任的政黨 當然就叫做工聯會 一班 就是傭 甚至乎是一班就是蠢才 一班蠢才 跟你現在 負責 處理 香港的 青年 發展藍圖 真的問你怕了嗎 首先 這班人 又不是青年 又不懂得發展 一班又不是青年 又不懂得發展 的奴才 跟你說要發展人才 想起 都覺得相當之恐怖 林麥美娟會教你做甚麼呢 如果你是年輕人 我又想成功 我又想賺錢 林麥美娟會教你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多 他最多就是教你 乖乖地 聽政府說 去排隊 加入共產黨 其實香港是沒得加入的 香港 作為特別行政區 其實是一個 二等公民城市 即是甚麼意思 表面上 這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也是特別行政區 但是 在政治的權利上面 其實你每一個香港人 不好意思 包括就是藍絲 基本上 你們基本上全部都是二等公民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基本上 國家大事 你們永遠都沒有機會參加 除了極少數 所謂土共分子之外 但是那些土共分子 實際上也不是真的有機會 被他擠身 權力核心 實際上 按照形式 他們只不過是排隊 讓你做樣子 做一下代表 實際上 你既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 又不能 在內地就是當官 你在特別行政區 可以做的事其實根本全部都非常有限 麥美娟和你負責搞人才 搞青年 發展事務 他有甚麼方法對於香港的問題 原來就是不停地搞論壇 不停 就是去見年青人 原來見了一大堆年青人 大家互相 就是問候對方 年青人根本不知道到底 整個社會要怎麼發展 所以根本整件事本活倒置 麥美娟搞多幾個論壇 搞多幾個小組委員會 去見完那些年青人 是不是就代表你 知道 到底整個大社會 發展方向 是怎樣發展呢 實際上 如果你不是知道 未來的一些需要 例如 某些行業 的興起 又或者政府 去做某些政策 推動某些行業的話 根本不會有所謂 發展藍圖 其實 你去見100個學生 200個學生 300個青年 都只不過告訴你 其實我想找東西做 其實沒有人想告訴你 到底 應該要怎麼做 裡面的所謂藍圖更加好笑 連青少年的學業 和創業 和置業 都關他事 基本上 香港 所謂想要的人才是怎樣的呢 讓我告訴大家 其實 這個地方 最想要的所謂人才 你最好又有高學歷 又聽話 又只是想賺錢 在 又不想買樓 又不想在這裏安居樂業 最好你 好像廉價勞工 在這裏 上班 下班 對這個地方 毫無歸屬感 亦不想在這裏長住 這個 就是港共政府 其實也不是只是你的 全世界 所有的大城市 都希望 有年青人才 又不會在這裏做居民 又不會在這裏產生 社會問題 他們只是來讀書 做事 付出勞動力 付出他們的青春 然後 他們退休 又不會在這裏買樓 然後就搬出去 就是外面 這個就是他們 心目中 一個所謂大城市 他們覺得 需要的人才 其實簡單來說 他們需要的根本 不是甚麼人才 在他們心目中 他們需要的 其實是一群 奴才 又或者 是一群奴隸 剛才所描述的那一種日 與其你說是奴才 你不如說是一群奴隸 最好他們 學歷又高 大公司又喜歡他們 然後他們又甚麼都不會想 只是想賺錢 日日只是上班下班 晚上開OT 星期六日 人家開派對 他們就在那裏上班加班 香港 一直以來 就是想生產 這樣的勞動力 而事實上 香港 一直以來 真的成功 生產了大量 這樣的人出來 剛才我所描述的那一種日 其實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覺得 見過他們 原本這班人 就是存在的 為甚麼 香港要忽然之間 搞搶人財辦公室 將一班 原本 已經存在的人 要再一次 把他們搶回來呢 這個就是個問題所在 還有一個人要說 叫做陳志思 陳志思 理論上 應該比麥美娟 但是沒有辦法 坐在這些位置 說的也不會是人話 今時今日 香港 還跟你說我們很有制度 有check and balance 其實 會相信 陳志思所說的東西 覺得香港很有制度 如果 會相信 陳志思所說 香港很有制度 很有check and balance 你覺得這些真的是人才 還是蠢才呢 說了那麼久 其實剛才所說的 那種所謂人才 其實 那麼多年來 在香港也存在 為甚麼 現在 你搶不到這班人 回來呢 答案其實相當簡單 原本 香港 可以挽留那麼多 剛才所說的那些所謂人才 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 香港原本是一個國際大城市 有大量的外資 他們來到這裏投資 在這裏搞金融 好聽一點就叫做投資 實際上 就是這個地方 叫做有錢穩 有錢穩 使得那些 所謂外資 在這裏成立 總部 成立完總部 因為他們有國際的口碑 使得 那些所謂國際的人才 願意 在這個地方 工作 實際上他們對這個地方 根本沒有甚麼感情 本來 香港就是在走一個這樣的模式 到最後 失效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你把制度 破壞到一個地步 連這些 在這裏 做生意 想賺錢 的企業 他們也不敢 擺放他們的總部 其實歸根究底 就是因為你的當權者 到最後會出千 在這裏賺到的錢 你不算數 其實跟開賭 是一樣的 你開賭桌 叫人家來做生意賺錢 人家贏了錢 你不讓人家拿錢走 現在這個問題 整個問題就是中國大陸 習近平的 政治局常委整個班底 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最後 根本你就是這張賭桌是玩不到下去的 現在反桌的那個根本就是你 所以 整班蠢 出來跟你說 說要挽留人才 會相信你的說話 會自願留下 根本就不是甚麼人才 根本就是蠢才中的蠢才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有Discount